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独自闯荡江湖 也正是开启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十几岁的罗星翰抱着混不好就不回家的想法 在缅甸闯大 他听说果敢吐司杨文炳开了一家军事进修学校 跑过去报名参加 后来直接变入了杨文炳的卫队 成为了一名卫兵 在做卫兵的时候 罗星翰遇到了他的贵人 杨文炳的二女儿杨金秀 他的聪明能干被果敢吐司杨家家族中的杨二小姐看中 不仅出钱帮积还独占 还一起开设了一家大烟鸦片贩卖公司 杨金秀虽是女儿生 却是缅北国敢地区首屈一指的风云人物 善使一对双枪枪法了得 而且貌美如花 是文明缅甸的大美人 也是金三角第一女独销 罗星翰正是在他的带领上 才正是走上贩毒的生涯 对于杨二小姐的治愈之恩 罗星翰也是一直名剧一心 有一次杨二小姐心血来潮 独自一人跑到明天政府军控制地区 结果被抓软禁起来 罗星翰在几个月后 招准机会 以伤亡数百人的代价 与政府军血战一场 抢回了杨二小姐 从此 罗星翰在果敢的权势更是如鱼中天 罗星翰的大烟贩卖生意 可谓是无本生意 当然 背后少不了杨二小姐的支持 他先用白条从当地百姓手上 收购大烟鸦片 然后转手倒卖 赚了钱之后再赎回白条 这种提篮子生意 让罗星翰赚取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然而 到了20世纪60年代 国敢吐司杨家家族武装 被缅甸政府军击贵 罗星翰与自卫队 很多人投奔到国民党残军的余议之下 希望获得保护 但事与愿违 1961年 这时残军也在缅甸政府军的打击下 一部分投向泰国政府 一部分撤回了台湾 1963年8月17日 缅甸政府同时行动 对国敢地区的投靠人物进行了搜捕 吐司杨家的杨文炳 杨正才 杨二小姐同时被抓 尽管只是杨家小弟的罗星翰 由于民生在外 也未能幸免 武警被抓 还缴获了其走私的大量鸦片 当时 缅甸政府给罗星翰定的罪名是 帮助叛乱分子对抗中央 善于见风史说的他 近千语就大声喊云 声称自己历来诅于中央政府 没有参与叛乱 并且可以帮助政府对付敌人 这番言论正中缅甸政府心意 原来 缅甸政府在国管所属的善邦地区 还活跃着很多不服缅甸中央的武装力量 他们组建叛乱部队与政府军对抗 为了减少自己军队的伤亡 缅甸政府决定培养当地的代理人 让他们自相残杀 然后从中与工得力 缅甸政府觉得罗星翰是个人才 便与其交涉 只要他组建中央政府的地方自卫队 便给枪给马 并且归还之前缴获的大量鸦片 同时还可以在善邦有群使用政府控制的公路 和城镇走私独比 得于拥有了合法的贩毒执政 条件上是回国杆打击和镇压叛乱分子 如此又获得条件 罗星翰欣然接手 1965年 他成立了国杆提防自卫队 在缅甸政府军的支持下 对原主人土思阳杨家家族 余下的一些武装力量 以及其他叛乱分子展开打击 事实认为罗星翰确实是个人才 很快就击溃和挖解这些叛乱分子 罗星翰也趁此机会 大力发展自己的势力 在国杆 中央媒体上人长途贩运鸦片充当保镖 同时自己也走私鸦片 身影越来越红火 因为国杆地区是当时眠北主要的鸦片集散地 它的身影越来越红火 个人势力就越来越大 后来 明天政府以罗星翰镇压叛乱有功为由 任命其为国杆县人民主席 国杆从此为土思阳家 过渡到罗星翰管制时代 与此同时 其武装力量 从150也扩张到了1500余元 并得到了一大批美式武器 这无意为他的贩毒王国 打下良好的基础 从无业游民到国杆县人民主席 按道理说 这已经是人生阶层的一大分跃 但这对于罗星翰来说 远远不够 其野心极大 想垄断整个金三角的毒品贸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确实做到了 主政国杆之后 罗星翰全身心投入毒品事业 由于政府合法授权 他肆无忌惮地进行贩毒 生意自然一天比一天兴旺 最初每年光是倒卖200顿左右的鸦片 就有六七百万美元利润 有职有权合法贩毒 罗星翰很快就成为 金三角最有实力的毒枭之一 而罗星翰贩毒集团的决体 也意味着金三角 已经正式成为世界最大毒源地之一 他的事迹被美国畅销杂志 《读者文摘》编撰成文 向全世界介绍了这位金三角大毒枭 并送上外号鸦片将军 而美国总统尼克松 更指称他为东南亚海洛英教父 从少小离家的混小子 到贩毒大方的大毒枭 是完全离不开罗星翰 那八面零龙的交际手段 他不停地用金钱贿赂 泰、免、老的政府要员 军队长官、海关职员、法庭官员 为他的贩毒事业来大开绿灯 同时也具有极高商业头脑 在组建贩毒网的同时 还在曼谷、阳光、新加坡、马来西亚 设立分布 到了后期 罗星翰从原始的马帮 发展到直接用汽车 飞机运送毒品出金三角 快速向海洛英传送到世界上 有瘾君子的任何地方 北美、欧洲、中国、香港、非洲、拉丁美洲 到处都有金三角毒品的身影 这也让他成为世界各国 禁毒机构中的眼中钉 贩毒生意的兴旺 也让罗星翰的武装力量进一步扩张 整个金三角地区 能与其抗抗的力量已经少之又少 他拥有的地区自卫队 虽然尘封复杂 但武器之精良 战斗力之强 连缅甸政府军都不敢消失 原本想把罗星翰当枪使的缅甸当局 突然发现自己培养出了一条白眼狼 因为他们发现 罗星翰开始与叛乱分子勾结 甚至还拿出部分毒品利润给叛乱分子 就是为了得到不再偷袭和短夺期压便商队的保证 虽然这给罗星翰的贩毒扫清了障碍 但也让缅甸政府怒不可遏 1973年 缅甸政府突然下令撤销之前批准的20个地方自卫队 责令首领上交一切武器和解散兵力 其他地方自卫队的首领 由于无力对抗缅甸中央政府大多数被迫接受 只有罗星翰 昆沙等少数人 对命令置若网文拒不执行 实际上 罗星翰知道这道命令 其实就是针对自己而来 如果接受 无异于命定之在 而予以疯的他 也绝不可能接受这道摧毁自己事业的命令 但是单打独斗肯定不是缅甸政府军的对手 于是他迅速与叛乱分子 以及昆沙 组成同盟 共同对抗缅甸中央政府军 罗星翰的举动 更是让缅甸政府愤怒不已 迅速出兵 打火了几几家海洛阴京之场 但这一切并没有动摇罗星翰的决心 他不仅将政府发放的武器收买给同盟军 还亲自到叛乱分子控制地区 召开会议 协商如何对抗缅甸中央政府 很快他们就制定了一个前所未复的计划 那就是把自己势力控制下的毒饼 全部出售给美国政府 然后用这些现金来武装自己的军事 战争就是金钱消耗战 这一点他们很清楚 也相信美国政府已必定会接受这笔生意 其实光从经济学来讲 这笔生意非常划算 罗星翰及其同伙 只要求美国政府每年出1200万美金 就收购其手上占全世界三分之一的海洛阴产量 而当时美国每年禁毒费用高达7亿美金 如今只需要花不到5%的金钱 却能控制金三角的毒饼斩量 他们这份计划书 在泰国曼谷交到了美国领事馆手上 还没得美国政府输出反应 就因为一个出发事件不了了之了 原来罗星翰再次躲避 明天政府的军事打击时 逃到泰国边境的一个小村庄 突然被埋伏在那里的泰国军方拘捕 罪名是非法入境 这么默契而又精准的拘捕行动 只能说明一件事 罗星翰被身边人出卖了 其实也能理解 罗星翰将毒品以低价售卖给美国政府的计划 侵犯了很多人的利益 包括身边的人 破坏计划最好的方法就是让其倒台 让金三角重新回到混乱的时代 随后泰国政府将罗星翰引渡回仰光 判处死刑 罪名并不是贩毒 而是勾结叛乱分子 阴谋颠覆政府 但令人恶然的事情发生了 罗星翰在戒备森严的监狱中 轻松越雨潜逃了 很明显得到了一些贵人的帮助 不过罗星翰并没有逃多远 在新加坡露面之后 于1974年在马来西亚再度被捕 又被押回缅甸阳光 1976年11月 被判处无期徒刑 但是6年之后 也就是1986年 罗星翰获得特赦出狱了 还获得了200万免甸员 约30万美元的颓配管 缅甸政府之所以愿意特赦罗星翰 是想利用他对付更大的敌人捆杀 原来罗星翰入狱之后 其手下大部分武装力量 都驼崩了昆莎贩毒集团 实力大赞的昆莎 不仅贩毒还闹独立 缅甸政府又准备采取老办法 只要罗星翰与昆莎开战 依然给人给枪 还可以合法贩卖毒品 而罗星翰也向缅甸政府保证 召回自己的兄弟 他很快就重振击鼓 东山再起 重建地方武装 但实力也一直没有达到之前的规模 后来 罗星翰终于意识到了当棋子的后果 不再尽心尽力地打击对手 而是全身心地转行经商 于是他向缅甸政要 要邻居开发的特权 用他的话来说 是一要就给了 缅甸有着丰富的幼母资源 罗星翰就靠着邻居发放的特权 于泰国做起了木材生意 90年代的时候 一年就获利百万美金左右 1992年 罗星翰还和儿子 创立了亚洲世界集团 除了依旧进行贩毒生意之外 还开始涉足石油 天然气 航运和工程的行业 成为多元化集团 缅甸最大的公司 连仰光港口 仰光国际机场的运营控制权 都在他们的手里 包括征收离禁税 这些生意 全部都是通过和缅甸政府的特殊关系所取得 2013年 罗星翰一心脏病去世 在缅甸举办了盛大的葬礼 在他死后 缅甸的内战依然没有停歇 毒品交易依然横行 他的亚洲世界公司 也由儿子罗炳中继承 继续靠着从政府那里取得的特权 用国家的资源换取不为人知的暴力 至今 国感人依然对罗星翰充满敬意 他曾经是这里的统治者 也曾经给这里带来的合影 但是对于整个缅甸来说 这个华人家族 并没有将自己的财富回馈给社会 而这些财富 是通过垄断属于全体缅甸民众的国家资源得来的 如今的缅甸依然贫穷动荡 罗星翰这一代人 有着属于自己时代的局限性 他们只能做他们这一代人的事情 而现在 缅甸人要想幸福生活 只能靠自己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听我的频道 我是权力者游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